莫醫生 我一開始明白了 即使我們有糖尿病 我們與病要共存 我們吃藥後 保持好質素生活 其實還可以 我剛才說得更好 因禍得福 因為你有這個病 你的生活非常檢點 又多運動 這帶來無限好處 這叫因禍得福 大部分糖尿病患者 診斷了病 肯去找一位醫生跟進 而又明白我剛才說的道理 大部分都可以做到因禍得福 我們說了入 又說了出 我吃了很多東西 當然是血糖升高 不要選擇來吃 不要吃升糖指數高的東西 我們說輸出 有些人說我已經沒甚麼糖分 我一輸出做運動 會暈倒 有些人會害怕 我暈倒在街上不知怎辦 我們在做運動輸出時 我們要考慮做甚麼運動 適合一些 或者我們做運動過程 又怕不怕自己突然血糖會噴 不要經常聽到 給我一顆糖我暈倒 收到你想說甚麼 讓我解釋給你聽 我便要說出一個原則 我們糖尿病的病患者 不是要抑壓 令他血糖很低 低就不正常了 三、四、二、下 我們又要你高 我們又要你低 我們是要剛剛好 你明白嗎 我們不是硬不吃糖 是因為我們的血糖高 已經是高 我們就吃升糖值低的食物 你記住這點 他不會比正常人低一點 不過 血糖過低 就是糖尿病患者要面對的東西 為甚麼 因為糖尿病患者 有差不多下一年期的糖尿病 他很多時要吃一些藥 某一些藥物的種類 例如黃安尿素劑 他會有機會令到血糖過低 始終他都是藥 他令到胰島素做多 令到胰臟做多些胰島素 可能你又不吃飯 你又不吃東西 很久都不吃 你又下午都不吃 那他便真的會低 因為他不是一個身體控制的東西 所以吃藥 或者打針 打胰島素 我本來一向是打十度 我就是吃東西 我今天吃少了東西 那便低 所以我們要想一下 每一個情況 每一個情況 是怎樣改變 譬如我突然有急病 我吃不下東西 我現在輪到打針 我們多數都會教病者 那針可能要不打 要聰明 好了 你說得對 我本來 我就要做運動 我本來是沒有預做這個運動 我突然間要做一個運動 譬如是很消耗很多糖分 我可以支持 我又吃一些單糖 我平時不是說不能吃 但是因為我要做運動 可能要大的虛耗糖分 我可能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就聰明地攝取一些糖分 例如吃香蕉 要見機行事 明白嗎 這也是一個糖尿病者 我們在教育糖尿病者時 為何要告訴他 每一種藥物的特性 以及他遇到這種情況 我意上說急病 突然要虛耗很多血糖的情況 他們也要有適當的方法去處理 如果有糖尿病患者 他做運動有沒有說 甚麼運動適宜一些 因為糖尿病會消耗 有甚麼運動消耗得很重要 例如我們吃單糖 突然加很多 有甚麼運動會燒了糖 有些運動會慢慢炒太極 其實糖尿病患者 和非糖尿病患者 做運動都要小心 量力而為 譬如我沒有開場跑 我突然要跑馬拉松 當然不行 所以我們運動會分類 是大洋和非大洋運動 大洋運動主要是重複做 例如跑步或踩單車 會消耗一些糖分 也挺厲害的 非大洋運動就是舉重選手 可能舉了一下 便停了 其實是肌肉訓練的 我會建議我的病人做甚麼 兩樣都要做 兩樣都要做 因為有好的肌肉發展 是對血糖病很有好處 而大洋運動亦可以消耗 多些糖分 和令到心肺功能好些 所以我會說 例如我自己 有時我去到健身室 可能我頭半個小時 我就慢跑步 或者慢踩單車 做完這件事 我又會去那些器械 做身體各方面的器械 很全面 但我又不會說量力而為的意思 就是每個人經過訓練的身體 都會改進 我今天做這件事 我覺得有少少氣喘 覺得出一身汗 剛剛適中就最好 好了 我做這件事久而久之 我已經鍛鍊了 我身體強壯了 我覺得我做同一件事 我一滴汗都不出 那我就加大一點 重量重一點 或者速度快一點 按部就班 千萬不要硬來 做到自己都想壓低 那就不健康了